你有個精神科醫生的爸爸 你覺得對你有甚麼啟發呢 他有些專業知識可以影響到你平時的生活 其實也有的 因為我小時候每天晚上吃飯 他會講很多新聞的事情 那天發生了誰 可能新聞有甚麼症狀病人發生了甚麼事 可能有些事情 他會自己去解釋 你知道這個病人就是這樣的病 應該是為什麼 有些症狀是如下 但不要害怕 因為他們這些人不一定是暴力 因為他們不是真的那麼恐怖 職業病 希望我們不要太悶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 很多教育是由家裏做的 尤其是在社會上的事件 的看法 價值觀 從小可以培養到一些 我認為是 我未必是適合的 但是我做了這麼多年精神科 看到很多香港對精神病人 很多人很大的歧視 標籤 或是污名化 那些 有這個病就會斬人的 很危險 快點 避之側刺 或者之類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創的觀念 有時候我不由自主的看到這些東西 我就會發怒騷的 就會說說說說 不過聽了他又不悶 我覺得不是怒騷的 而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不是一個家人會有這樣的啟發 不是一個小孩 我長大都會有這個 我爸爸跟他說 關於精神病人怎樣怎樣 一般都會受到媒體的影響 就覺得很恐怖 會斬人的 很害怕 看到他就走開一點 但是我反而是從小就覺得 要理解 和不會害怕 反而是覺得他們都很辛苦 就是他們很辛苦 家人也很辛苦 所以那個位置 我反而覺得 對我長大之後的工作 都有幫助 你剛才講到 你們兩個都很講到一個點 其實可能很多人都會聽到 精神病人就很害怕 或者會明白 有沒有一些例子 可能你生活上面都遇到 或者其實你覺得 不要害怕他們 去理解他們 其實為什麼這麼重要 都有的 因為我記得 我中學還沒過就校 雖然說是一個 不太大stress 的環境 但很多的同學 都是有一些情緒方面的問題 其中一個我很記得 她是一個女生來的 跟我說是比較朋友的 她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她經常性都是會哭的 就是無緣無故這一次都會哭的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又沒有人搞她 又沒有什麼 她又不是什麼考試 很失敗也不是 但是無緣無故會哭的 然後她又會經常找一些間尺 在那裡戒手 戒了一條條紅色的痕 然後她也會和同學生 有時候會吵架 吵完之後又好回來 然後又吵架 然後又好回來 就是很多同學生都會和她覺得 這麼奇怪 小時候找些事情來搞 搞完之後又好回來 就是很若即若離的關係 當然這些問題當時是不懂的 小時候只是覺得她很辛苦 你這麼苟纏 情緒又起伏很辛苦 會很想去關心她 陪伴她 這些東西 當然大家才知道 這個可能是人格障礙的一種 可能是情緒的問題 或者抑鬱都可能有在裡面 當然大約會知道 當時都已經知道需要關心這些人 所以你現在都可能做一些輔導 那些專業都是關心多一些這些 是啊 因為我現在都在做一些輔導工作 也都在讀一個 碩士在做一些輔導的事情 所以都希望將來可以幫到更多這方面的人 好 謝謝 謝謝 那好啦 我們問一下 你們兩父女互相了解有多少 那好啦 先問一下拉芬達 關於拉芬達 那拉芬達喜歡什麼運動呢 跑步 然後喜歡什麼消閒活動呢 看大戲 那喜歡什麼大自然活動 呃 行山 我最覺得是游到船河 不過很少 那就不要再慈神了 陳醫生喜歡吃什麼 吃麵 中菜 中菜 對的 然後喜歡喝什麼 龍檸茶 小甜 好厲害 我也是這樣說 好 喜歡聽什麼歌 大戲 語曲 那喜歡什麼顏色 橙色 差不多啦 喜歡看什麼書 海德 XCE 又錯了 剛才解釋了 老實說 海德